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有不同的事 雕漆则是需要在置胎 置漆等准备就绪后 才能正式进入雕刻环节 为了表现冬奥时期 北京西山的雪景 李志刚在创作 《燕京八景》 西山晴雪期间 遇到了不小的考验 用红色的漆 表现雪的意境 其实我们做了很多的这种常识 我们雕的雪景 一定是特别的光滑 它要跟你的山文 跟你的树木 要形成一种强烈的一种关系 你用传统工艺去表现 是很难表现出这种 雪的这种意境 我们在技法上 也创造了叫一个提刀蹲口法 就是你在下刀的时候 要有虚有实 要虚实相间 虚实相间 你才能产生这种对比的这种关系 和雕七 玉雕 景泰兰 并列育为 京城传统工艺 四大名单的芽雕 则以坚实细密 色泽柔润而著称 中国的芽雕工艺 可以追溯到新石器时代 历经时代变迁 技法愈加多样 如今 万年冻土冰川下的猛马象牙 成为芽雕材料代替品 既保护了野生动物 也复活了这项传统技艺 李春科是芽雕这门技艺的传承人 古新年纪的他 与芽雕这门技艺的缘分 一直在持续 里边是用刀做出来的 不是用机器打出来的 这是在整个香芽雕刻 包括木雕 凡是带雕的 都应该让人看出有刀法之美 这是才能成是一件好作品 这件作品中 牡丹 玉兰 菊花 百花齐放 寓意着在全球盛世的冬奥舞台 来自世界各国的运动员们 各现身手 大放异彩 百花争宴 鼓励我们这个年代 互相地学习 把自己的能力表演出来 如今这些传统的技艺 在年轻一代身上得到传承 他们为这门古老的手艺 带来新的活力 如果一件作品 充满更多的生活气息 它就会很符合时代的气息 创新是在传承的基础之上 旧传统 又对材料的一些认识 然后再加上一些 年轻人的想法 其实创新更难 创新是需要非常精湛的技法 跟一些基础理论 从师父到徒弟 从父亲到儿子 从2008年北京奥运会 到北京2022年冬奥会 新的时代 新的舞台 他们一起渴望着新的绽放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